嘿,大家好,准备好跟着节奏摇摆了吗? 因为陶者回来了,阔别十年,这位R&B天王冲返舞台,大家的兴奋之情已经爆棚了。 歌迷们都充满了期待,渴望再次体验陶者,那充满灵魂的歌声和充满活力的舞台魅力。 这可不是一般的演唱会,这是一场盛大的庆典。 庆祝陶者辉煌的职业生涯和他为乐坛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 对许多人来说,他的音乐代表着他们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标记着特、书的时刻和回忆。 这次演唱会是一个中文那些美好瞬间并创造新回忆的机会。 准备好跟着你最喜欢的歌曲一起唱吧,因为你知道这场演唱会一定会非常精彩。 陶者的音乐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的结合,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他的每一首歌都充满了深情和故事,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 十年的等待,歌迷们的热情丝毫未见,反而更加吃热。 大家都在期待着这场演唱会,期待着再次被陶者的音乐所感动。 这次演唱会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展望。 陶者将会带来全新的作品,与大家分享他的音乐旅程。 无论你是老歌迷还是新粉丝,这场演唱会将是一次难忘的体验。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音乐盛宴,感受陶者带来的无尽魅力和激情。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迎接陶者的回归,享受这场音乐的狂欢吧。 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潮流更迭,歌谈新人背出,而歌迷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对偶像的思念。 对陶者来说,距离产生美,这句话再合适不过了。 他的回归不仅仅是付出,更是一种胜利。 这标志着他音乐热情的冲燃,以及与那些热切期待这一刻的歌迷们之间深厚情感的连接。 这十年的空白期,更加剧了大家对这次回归的期待。 歌迷们一直在回忆他过去的演唱会,在网上分享他们最喜欢的歌曲和回忆, 并倒数着日子,期待着能够再次现场体验他的音乐魔力。 这种期待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随着演唱会日期的临近,这种期待感也越来越强烈。 十年间,陶者的音乐一直在歌迷们的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他的每一首歌,都像是一段记忆的片段,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和情感。 在这段时间里,虽然他没有发布新的作品,但他的音乐依然在各大平台上被反复播放,成为了许多人生活中的背景音乐。 他的歌迷们不仅仅是听众,更是他的支持者和朋友。 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表达对他的支持,分享他们的故事和感受,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社区。 这种情感的纽带,使得这次回归显得尤为特别。 随着演唱会的临近,歌迷们的期待达到了顶峰。 他们不仅期待着听到那些熟悉的旋律,更期待着与偶像的再次相遇。 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唱会,更是一场情感的盛宴。 对于陶者来说,这次回归不仅是对自己音乐生涯的一个总结,更是一个新的开始。 他将用他的音乐,继续书写属于他的传奇。 这十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最美好的回报。 让我们一起期待,陶者的音乐再次点燃我们的心灵。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当你正准备购买你非常非常想看的演节目的门票时,你的心跳会加速。 嗯,把那种感觉放大一千倍,你就会明白那些想抢购逃着演唱会门票的歌迷们的心情了。 门票一开售,就像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歌迷们涌入在线票物平台,手指疯狂刷新页面,希望能在这个全程最热门的演出中抢到一席之地。 你猜怎么着? 几分钟之内,整场演唱会的门票就卖光了。 是的,你没听错,全部收清。 需求量太大了,这让很多歌迷既兴奋又有点伤心。 但这股热潮并没有就此停止。 收清的标志一出现,网络上就炸开了锅。 社交媒体平台上充斥着幸运抢到票的歌迷们的帖子。 他们庆祝着自己的胜利,表达着自己的兴奋之情。 而那些错过机会的人则陷入恐慌。 他们拼命寻找任何机会来获得那些珍贵的门票。 网络论坛上充斥着求购出售或交换门票的帖子。 随着歌迷们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获得一席之地, 二手市场的票价也随涨船高。 这种绝望的心情是真实的, 但也从侧面反映了陶哲的明星号召力和粉丝们坚定不移的喜爱。 第五部分, 陶哲的持久魅力。 是什么让陶哲成为如此受人尊敬的音乐偶像? 嗯,不仅仅是他的音乐, 更是他的真诚。 陶哲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 能够在非常个人化的层面上与他的听众产生共鸣。 他的歌曲就像是用音乐谱写的, 通常反映了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情感。 这种真诚引起了歌迷的功名, 让他们在他的音乐中找到了慰藉、快乐和一种联系感。 他不仅仅是在唱歌, 他是在分享他自己的一部分。 这在音乐界是一件罕见而美好的事情。 难怪他的歌迷即使在这么多年后仍然如此忠诚和热情。 第六部分,音乐的力量。 音乐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可以超越时间和距离。 它可以唤起回忆, 激发情感, 并以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方式将人们联系在一起。 音乐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的组合, 它是一种语言, 一种能够触及灵魂深处的语言。 而陶哲的音乐完美地体现了这种力量。 他的歌曲一直是无数人生命的背景音乐, 陪伴着歌迷们度过人生的起起落落, 喜怒哀乐, 成功和心碎。 他的音乐不仅仅是娱乐, 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一种心灵的共鸣。 对许多人来说, 他的音乐是一种慰藉的源泉, 是对美好时光的提醒, 以及对生命本身的庆祝。 正是这种情感上的联系, 使得他重返舞台变得如此特别。 这对歌迷们来说是一个机会, 可以让他们重新连接那些深刻影响过他们生活的音乐, 并创造出将持续一生的新回忆。 当音乐响起, 所有的烦恼和忧虑似乎都被抛在脑后,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纯粹的快乐和满足。 音乐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它能带来愉悦, 更在于它能治愈心灵, 激发灵感, 甚至改变人生。 这就是音乐的魔力, 也是陶泽音乐的魅力所在, 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感受那无尽的力量和美好。 第七部分, 南亡之夜。 想象一下, 灯光暗淡下来, 人群欢呼雀跃, 当陶泽走上舞台时, 全场鸦雀无声, 现场气氛热烈, 每个人都充满了期待。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 除了音乐, 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 歌迷们将欣赏到一个难忘的夜晚。 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 一些新作品, 也许还有一些惊喜。 这将是一个夜晚, 你可以放声歌唱, 尽情跳舞, 与成千上万充满激情的歌迷 分享对音乐的热爱。 第八部分, 会有安可演出吗? 现在, 每个人都在想一个问题, 还会不会有额外的演唱会? 需求显然是存在的, 歌迷们都渴望再次有机会 亲眼目睹陶泽的风采。 这场门票授清的演唱会 证明了它经久不衰的人气。 虽然目前还没有官方确认, 但有传言称, 主办方正在商谈为这次巡演增加更多场次。 对于那些第一次错过门票的人来说, 这可是个好消息。 这表明他们正在倾听歌迷的心声, 并尽一切努力满足巨大的需求。 所以, 让我们祈祷吧, 继续关注最新消息, 不要放弃希望。 第九部分, 敬请期待。 好了,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 传奇的回归, 抢票的狂潮, 以及歌迷们坚定不移的喜爱。 陶泽的付出演唱会正在成为年度音乐盛事。 无论你是幸运地拥有了门票, 还是仍在希望抢到一张,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这是一场你不想错过的音乐体验。 请继续关注更多更新, 谁知道呢, 也许我们会在那里见面。